歌手阿联而死官方账号晒出了第四期的歌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比赛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曲 歌曲选好了就赢了一半 二手玫瑰唱嫂子送耍猴 海拉木唱流浪 就算是能力超强也赢不了吧 最好的选曲方式是选大哥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歌 一听就能跟着唱的 现场气氛调动起来后 很容易拿高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期歌单 分别是歌浅 狼 Paperace Rackin' Bill 印第安老班纠 以及雨天 其中歌浅和印第安老班纠 是著名歌手周杰伦的作品 国民度很高 尤其是歌浅 绝对是80后90后小伙伴 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下一场竞演开始 在线歌手随机抽取 大众金曲和无限制的两种选曲范围 我相信电视观众有无数个 都是曾经听了这首歌长大的 还是无限制对我们来说更合适一点 盎盖其实能表达的东西很丰富的 坚持我的步走寻常路 希望带给大家新的突破 这首歌会在心里持有特别的地方 他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多 优秀的作品优秀的舞台 然后他还要来这样的冒险 我觉得光这一点就非常值得 比一个赞了 我认为当新的声音 会加上一些力量 欢迎来进舞台上 跟所有的歌手一起交流 有媒体人给出了每一首歌 对应的歌手 南英会唱歌浅 黄轩会唱印第安老班纠 王森龙会驾驭孙燕斯版本的雨天 至于Lady Gaga的Pubberis 会由蝉蝉冠军的反夏演唱 值得一提的是 Pubberis这首歌是Lady Gaga的代表作之一 歌曲获得MTV音乐录影带大奖 最佳特效和最佳艺术指导两项大奖 在NME杂志评选的2009年最佳50首歌曲中 该首歌曲位居第九 反夏能在歌手舞台上反场Lady Gaga的作品 对于Lady Gaga的粉丝来说 绝对是一场不能错过的时听盛宴 总体来说第四季歌手2024的歌单 要比前三季好很多 六首歌都是筷智人口的作品 如果纳英能够完美驾驭周董的歌浅 是有望拿到高分的 就好比周董当年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 翻唱纳英的末 已经成为了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 三二一 走 好 三二一 走 三二一 走 好 三二一 走 好 三二一 走 纳姐的采访时刻 都行 叫英子 叫娜姐 叫娜姨 叫老娜 都可以 叫啥都行 现在是属于是跟网友已经成为了非常亲切的朋友是吧 歌手更新了四季那样的表现始终差强人意 她一紧张就会犯错误 比如息息不稳 比如音准不足 比如忘记歌词等 因为频频翻车 没少被月宾人嘲讽 作为华语歌坛天后 她需要找回点面子 关于这一季歌手 网友们一直期待救世主的出现 希望有人可以战胜凡西亚拿到一期冠军 对此只能说几乎不可能 在技巧 银色 舞台表现力上 国内歌手和欧美歌手有着巨大差距 第一次黄轩的舞台就是 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喜欢他的衣服 我想像这样的衣服 太时髦了 亚当也想拿到同款的黄轩衣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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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肯定喜欢去 我觉得他们会很高兴认识 人们 也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他们来带来 肯定是吗? 我肯定觉得衣服很高兴 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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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选择我最喜欢的 他们都很漂亮 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过去的三激励 国内歌手表现都不好 比如说展示唱歌技巧 就连踏踏实实把一首歌唱下来都很费劲 但就是欧美歌手的松脂感 就需要国内歌手学一段时间 因此 湖南卫视策划的这一季歌手 对华野歌坛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他在很大程度上敲醒了活在舒适圈 或者迷失在名利场中的歌手 或者迷失在名利中的歌手 让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 人只有看到自己和对手的差距 才有奋斗的方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